啊啊 船市 那个船是有标轴的啊 卡燕这个车有的 卡燕这个车有的 灵智这个车有啊 灵智的话有雷克萨斯ls的这个500ls500 店里G03是哪年的 店里的G03吗 是2015年的啊 2015年的 来 咱们这个船是大加长的 没有 咱们家现在有个行政的一个加长 行政加长那款车是一个柴油版本的 价格的话928000的一个价格 您觉得可以的话 一会带您去看一下 那款车的话 年限可能有年9 2017年上牌的 但是车内的内饰非常非常的新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一会可以带您去看啊 看一下我身后 我屁股后面是哪年的 来 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台啊 这台车是咱们家的一个 路虎缆胜的一个 尊崇创世达加长 202 2018年的8月份上牌 行驶了54000公里 3.0那个排量 目前的一口价 109万8的一个价格啊 109万8欧五版本的一个车 黑色的一个外观里面 带了一个马沙拉红那个内饰 非常 这个 啊不对 它叫什么 马沙拉跟那个那个 布尔多红的内饰 布尔多红跟那个我们的这个 就是正红色一个内饰啊 然后这款车的话呢 它是一个 配置的话 遵从创世的话 这个配置也是到顶了 配置的话非常的高 新车落地指导价220多万的车 现在109万8的一个价格 我来看一下车内的一个内饰啊 现车的话 109万8就可以了 这款车带了我们的座椅的通风加热 带按摩 全路虎的全地形模式 雷侧的自适应巡航 后排娱乐五门电锡 还有21寸的一个大轮毂 电动脚踏 英国女皇刺绣的一个座椅啊 非常的高端 而且人家这个红色的内饰人家保养的也非常的好 红色内饰真的很少见啊 中间还带了我们的实木拼接的一个装置 隐藏式的旋牛挡霸 路虎二代地形模式 背拖的一个放置 换挡拨片四幅的一个我们的方向盘 液晶仪表显示屏 液晶显示的一个中控台 全景大天窗 上方还给您配备了一个陆皮的一个顶啊 英国之宝的音响 前排的三组记忆座椅按键 加上我们多项的电动座椅调节 座椅的通风加热这些通通都有带 后排的隐私遮阳帘 包括我们后排的一个空间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空间啊 我要不上来给你们上来给你们感受一下啊